北韩军方已经在昨天正式的向美国白宫宣布说 转移小型化轻量化多样化的核武来歼灭痛载美国 也等于是正式的向美国宣战了 而外界都预期了 这个月15号就是前北韩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日 因此北韩很有可能会在这一天采取行动 距离台湾只有两个半小时航程的朝鲜半岛 究竟有没有可能爆发战争 紧张情势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而周天新闻是特别派出了特派记者林嘉玄以及温正杰 分别从南北韩交界处还有日本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情况 首先我们就要跟嘉玄来连线了 想要请目前正在38度线南北韩交界这边的嘉玄来告诉我们说 目前在当地的情况是如何 好的就在金正恩所领导的北韩政府扬言开战的24小时之后 中间新闻团队现在已经来到了板门店 也就是距离南北韩38度线警戒区最近最近的地方 只要再往这个方向走两公里就会来到38度线 现在的刚少的最终站 不过我们的采访车只能够停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这个北韩扬言开战之后 情势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从我后面的马路上可以看到车子只出不进 这些车子呢多半是从开城工业区开出来的车子 他们都拥有特殊的许可执照 而一般民营的汽车或者是一般来自外国媒体的采访车 目前都是禁止在这条路上通行的 而记者现在在这个警戒区当中 也依稀可以听到来自军营的这个军歌的声音 也可见得现在在南韩的军方 军营士兵们已经开始渐渐集结了 在此刻呢朝鲜半岛的这个战争情势 似乎疑似越来越升高之际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最前线感受到 现在情势真的越来越升高 在我背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批来自南韩的媒体 以及来自国际的媒体 他们都在这里前线拍摄采访 希望可以了解第一手 在这个38度线警戒区附近最紧张的情势 那么以上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 就是来自板门县的特别观察